學生們一個一個輪流練習 相較於其他球練運動 打巧褲球安全不怕受傷 可以適度運動又不激烈 巧褲球著重於技巧及團隊合作 學生們會於下課時間自動練球 而如木卵之下 產生濃厚興趣 使巧褲球成為該校體育特色 帶動校內運動風氣 打巧褲球以後 我運動神經變得更好 就傳球的時候可以跟同學更加親密 我覺得巧褲球很好玩 好玩 可以這樣很快樂地跟同學這樣子每天玩 我覺得巧褲球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可以跟同學互相傳球增加默契 就可以讓我更有體力 西南國小巧褲球社成員 以中高年級學生為主 只要學生對巧褲球有興趣 家長同意讓學生接受訓練 即可報名參加 每學期也會邀請其他學校進行友誼賽 透過互相的切磋及交流 更精進球技 他們喜歡運動 他們更健康 更活潑 那給他們有事情可以做 我們學校也常常辦巧褲球比賽 例如說我們有分中高年級的比賽 中年級呢 它是定點的擊球 跟現任一樣 那高年級呢是助跑攻擊 那小朋友的興趣非常的高 然後呢他們就可以代表學校出去比賽 比賽的時候呢 那小朋友呢 禮貨加基 巧褲球是訓練腦力反映及人際關係的運動 學生除了正規科也需要學習之外 更需培養多元的興趣 議員學來幹也鼓勵學童踴躍參與 在老師的用心指導及學生的投入練習之下 巧顧球隊旅獲加基 副一掌拍拳肯定此項運動的推動 除了讓學生們強健體魄之外 也讓每位學生都能適性學習 發揮潛能 民意新聞洪一輪 玻璃採訪報導